我刚考完SPF 可是我完全没有方向 所以我想问一下 这个学校有没有什么课程是适合我的 这个问题我也经历过 那你不用担心 我之前是通过课程咨询顾问 来了解详情 原来FIRST CITY UC有提供 Business Computing Engineering Interior Architecture and Design 那我本人是喜欢画画 所以选择了Bachelor of Interior Architecture and Design 我很好奇你们万达大学有提供什么奖学金吗 这里提供多项奖学金 包括学术优异奖学金 读中奖学金 清源助学金 最重要的是 这边所有课程既有MQA认证 那么你们有什么学习环境和休闲设施呢 我最喜欢是校园内的Woodworking Workshop 也就是木工室 我们在FIRST CITY UC的特点是 可以亲手制作自己所设计出的家具及模型 我们在Woodworking Workshop做出的家具及模型是有一定的数字 FIRST CITY UC也有一间Photography Studio 也就是摄影棚 上课时有一名助手会指导我们如何拍出唯美的照片 我之前在大学是修读大众传媒 然后学校有提供了一个很酷的苹果电脑室 然后还有就是录音室跟摄影棚 休闲设施方面 学校有提供了舞蹈室和学生休闲室 学生在等待下一堂课的时候 可以在那一边聊天啊 打电动啊 然后可能看看书之类的 你们喜欢运动 我们校园内有篮球场 室内足球场 排球场 还有羽毛球场 我是来自Saba KK的学生 如果来自建设计学校读书 学生会室外宿舍吗 当然有啊 这里的宿舍设备齐全 无论是单人房双人房 都有各自的厕所和冷气机 还有24小时运作的保安团队 我有车 然后我住在Klang Rally 我要讲过来这里哦 你们可以使用NKVE LTP 或者是Federal Highway啊 如果你们住在PGA的话 只需要5至15分钟的车程 就能抵达FIRST CITY UC 如果我要出去哦 那这里会有什么 Transportation 附近有MRT 还有REPICAL巴士 而且学校也提供免费短巴服务 来往于苏邦和哥邦的KTM Station 还有Acent加要的LRT Station 我想知道哦 其实学校附近有什么是 放学之后学生可以去玩的 有啊 这里附近有全马最大的购物广场 One Utama MING PAO TORONTO